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英这条骂人的微博 这句从大姐大那英口中真情流露的话语 不仅在当年震慑了各方网友 还真正实现了什么叫做经典永流传 还被学术性极强的网友 归入英语教科书中 每一年 都有人孜孜不倦地在这条微博下打卡 互相吐槽那些 让他们口吐芬芳的人 虽然那英经常前言不大后语的 也不管网友看不看得明白 反正想到啥说啥 那英其实从不刻意针对谁 在宇晨庆问他事业上有什么瓶颈时 那英无辜地说 我没有瓶颈啊 乍一看 他就尽给人添堵了 但实际上 那英其实就是个憨憨罢了 那英刚出道的时候 人家问他爱好是什么 那英没有一点女明星包袱 但对自己的专业 却是相当的自信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 姐姐们也慢慢发现 那英不好惹的另一面 在学不好舞蹈的时候 那英会躺在地上打滚撒坡 没表现好的时候 那英甚至还跺脚大哭 以前的大姐大风范消耗殆尽 那英跟姐姐们一起玩闹搞怪 风风颠颠起来 水也拉不住 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对张伯芝有意见的时候 其实背后他最心疼张伯芝了 那英的确不会说话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 但正如曾有人问他 五十岁和四十岁有什么区别 那英说 我四十八九岁才开始学会思考 以前怎么净做错事呢 就是糊涂 是啊 虽然那英满身的缺点 但他永远使他 一如既往 从没变过